女排新体能师上岗,刘燕涵全程英语交流,袁欣月只能坐着接受检查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前段时间,中国女排前国手马运文与体能师拉尔森确立恋爱关系 两人开启了一段甜蜜的爱情 不过,在这段恋情公布后不久,拉尔森就不再担任中国女排的体能师 2019年他将不会随对征战 3月7日消息,来自意大利的新体能师恩佐已经上岗,并且正式投入到了女排的工作当中 由于初来乍到,恩佐与队员们还需要熟悉和磨合 不过,恩佐与郎平非常聊得来,因为郎平会意大利语,所以两人的交流没有太多障碍 恩佐原本以为自己比郎平的年纪要大,但比较之后,才发现比郎平还小了两岁 看来,郎指导保养得非常不错,恩佐上任之后,就是要逐一熟悉队员,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郎平最先把袁新月叫了过来,恩佐询问他身体是否有不舒服 在询问的过程中,恩佐一边回到,一边检查,并且迅速地记录到了本子上 不过,由于袁新月个子太高,两人在交流过程中很不方便,郎平只得让袁新月作者接受检查 袁新月接受检查的时候,郎平在一旁认真查看,而且充当翻译 轮到刘燕涵的时候,两人的交流就不存在太大问题了,搔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刘燕涵,与恩佐完全是无障碍交流 此时,郎平就不再担任翻译,收空去场内盯着队员们的训练 在恩佐上任的时候,原体能师拉尔森应该也另谋高就了 今年2月份,马韵文与拉尔森的恋情曝出,当时他上传了一张与拉尔森佳人的合影 马韵文最近一次发布与拉尔森的合照,是在惠若奇28岁生日当天 他上传了一张与拉尔森、惠若奇的三人合影 在与拉尔森的关系确定之后,本赛季基本上没有打球的马韵文,最近转型当上了解说 在北京队与天津队的头两场决赛中,马韵文都担任了某平台的解说 对于拉尔森的去向,有网友猜测他可能将前往上海 因为马韵文就一直在上海,男方为了两人的感情 不得不做出一番取舍,上海女排是他不错的归属 下纪出去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